第四百二十二集 这时狗腰正咬着我的屁股呢 没有功夫对付刘家 也许是狗腰觉得自己本事大 刘家伤不到他 就没有理刘家 不过我们俩知道 狗腰的克星来了 刘家手里的福子 那可是治狗腰的法宝 我大叫一声 刘家 福子贴在狗脑袋上 快 刘家喊话 小冬 这福子上没有浆糊 有唾沫站 刘家一听 赶紧地站了唾沫 然后绕到了我身边 扬起手啪的一下子 把福子按到了狗腰的脑袋上 那镇师傅对于这样 戒施还魂最为管用了 这个就叫卢水点豆腐 一物 降一物 狗腰不附身的时候 基本不管用 可是一旦附了身 符子贴上之后 狗腰立即受陷于符子 倒在了地上 刘家跑过来对我说 小冬 你没事吧 你趴着别动 我看看你的屁股 哎呀 你的屁股上尖血了 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 说着话 刘家蹲下身子 要帮我处理伤口 我赶紧用手捂住伤口 对刘家说 不 不 没事 我的伤口没事 你扶我起来 刚才啊 磨着腰了 起来不方便 刘家一听我磨腰了 就赶紧把我扶起来 一边扶一边说着 你这个萌妖 可是一件大事 等一会儿我去药房 找些药给你先吃着 等医生上班了 再给你好好看看 我起来之后 对刘家说 刘家 真是谢谢你 要不是你及时出手 我的屁股就遭殃了 小冬你又这么说 我不是说话吗 我们在一起的这一夜 经历了这么多事 早就超过了朋友的关系 我们俩谁也不准 对谁说谢谢 刘家的这几句话 让我怦然心动 超过了朋友关系 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呀 我想到这里 就傻傻地问了一句 刘家 我们超过了朋友关系 能是什么关系啊 我有点不懂 刘家脸一红 低下头喃喃地说道 小冬 你是真傻 还是最装傻 你要是再问 人家就不理你了 说着话 刘家转过头 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赶紧地给刘家赔礼道歉 刘家装作生气不理我 女孩子都这样 我不觉得什么矫情 只觉得可爱 刘家刚转过头去 就朝着我大声地吼道 小冬 福子 福子被吹跑了 我赶紧看去 只见那贴在熊瞎子额头上的福子 被风吹起 像一只蝴蝶 直接飞走了 我一看就大声地叫道 不好 刘家快跑 刘家还假装生气呢 被我这一声吼吓了一跳 赶紧地望着我 一副疑惑的样子 这时熊瞎子就睁开了眼睛了 眼睛射出两道胸光 我一看那眼睛就知道熊瞎子还是狗腰附身 因为人的眼睛和狗的眼睛完全不一样 人的眼睛黑天一般是不会发光的 但腰却不一样 附在人身上虽然没有自己的实体 但道行在那里 有腰的精气 所以人被附身之后 会展现出妖怪的某种形态 当然了 鬼附身也能从眼睛看出来 不过没有腰那么明显 毕竟鬼和腰不是一个档次 狗腰睁开了眼睛 嗓子里一声嚎叫传出 接着就要抓住刘家的脚脖子 我一看狗腰要抓刘家 那能行吗 骂了一声 去你哪那个熊 同时顾不得脚上没有穿鞋子了 狠狠地朝着狗腰踹了过去 在刘家面前得好好地表现 我这一脚可是使了大劲 直接把狗腰踹得远远 然后对刘家说 快跑 狗腰又活了 说完我拉着刘家就跑 跑了几步就感觉不行了 腰像是断了一样 根本就直不起来 刘家看我跑不动了 表情十分的痛苦 就把我的胳膊架在他的肩膀上跑 他的身材灵巧 架着我这个大高个子 非常的吃力 我不想让刘家架着我跑啊 可是我自己的腰疼得要命 不能自己跑了 患难之处 见真情啊 我心里很是感激刘家 在这个时候 她是一个坚强的姑娘 刘家架着我 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问我说 小多 我们去哪里躲狗腰 我们先回病房 病房 有能对付狗腰的福子 对付狗腰 那福子最管用了 刘家听了之后 就赶紧地扶我朝着病房里跑 我们到了病房 这时背后传来狗腰狂怒的咆哮声 她吃了大亏 这时是非常愤怒的 现在想找到我们 把我们撕碎 我们进了病房 赶紧地把门插上 然后找出 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福子 拿在手里 正想办法怎么才能贴上 这时走廊里响起了嚎叫声 狂躁的咆哮声 在走廊里迅速扩大 那声音听起来如同火 咆哮声非常的震撼 在屋里都能感觉到轻微的震动 可见咆哮声之大 这些年遇到许许多多的妖怪 狗腰的咆哮声算是最大 也是最震撼人心的 咆哮声越来越近 不用看都知道 狗腰正慢慢地朝着门口走 到了门口之后 咆哮声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 狗腰正看着病房门 随时准备扑上 我和刘家说靠在一起 等着狗腰撞门 狗腰绝对会把门撞开 因为这是他的性格示然 第二个原因就是 狗腰借助熊瞎子的尸体 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损失 即使把身体撞烂 也不会疼惜 等待是最折磨人的 刘家的身子开始发抖 我对刘家说 刘家 你怕不怕 刘家点点头 又摇摇头说 我本来很害怕 可是有你在身边保护我 我又不怕了 正义 终能战胜邪恶 我们手里有朕师傅 一定可以战胜狗腰的 小冬 我相信你 相信设立一定属于我们的 我和刘家正说这话呢 忽然砰的一声响 狗腰开始撞门 卫生院里的门是那种薄木头门 因为病房里没有什么可偷的 上面防盗设施就是 笼子的耳朵 一摆设 在门上只是按了一个插销 非常的单薄 那种插销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用 比铁片厚的有限 阻挡君子 欧挡小人 狗腰的力气大得不得了 一下子就把插销撞得变了形 找这样下去 卫生院里的门用不了几下 就会被撞开了 我看着屋里的东西 正想着怎么对付狗腰 忽然我想到了一个计策 于是扫视了一下病房 发现病房里能当武器的 只有放在门后的托把 我把手里的符子交给刘家 然后对刘家说 刘家 一会儿你藏在门后 我在前面 负责吸引狗腰的注意 你在后面呢 负责贴符子 小冬 我怕贴不好 刚才真是符都没有贴住 我说 没事 上回就一张符子 现在的符子多 等狗腰进来之后 你在后面一下子 全部贴到那狗日的身上 看他还有什么本事 刘家摇摇头说 小冬 我心里没有底 刘家 我相信你 你行的 刚才你一下子就贴到了狗腰的脑袋上 这次再那么贴就行了 上次我看你危险想救你 刘家 这次是救我们两个 我相信你行的 把符子 拿着躲到门后 我让你贴的时候 你再贴符子 说着我就把符子 放到了刘家的手里 然后扶着刘家的肩膀 让刘家靠在门后 看着他对他说 加油 我们一定能打背狗腰的 刘家点了点头 这时撞门声又挤 咣当一下子 有点地动山摇的感觉 那鲜薄的铁片 根本就经不起这么撞 插销的穆罗斯往外退了许多 眼看再几下子 门就会被撞开了 我看到这里啊 赶紧拿着拖把 站在那里等着狗腰进来 这时又是沉寂 那狗腰撞完这一下之后 连咆哮声都没有 没有比沉寂更可怕了 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我看了一下门口的刘家 刘家有些慌张 我朝着刘家说 别怕 有我在 我刚说完 门完忽然一声大吼 接着砰的一声 那扇已经快散架的门被一下子撞开了 病房门被撞开之后 直接就散了架了 成了一堆木头堆在那里 这时狗腰伸着舌头 用血红的双眼看着 他现在的样子有些狼狈 不 应该是熊瞎子的样子 只见他拱着背 高着腰 头脸上已经溅了血 那脸上像是烂梨一样 青一块紫一块的 头肿了半圈 只能说熊瞎子胖了许多 看上去像电影里的猪头小队长 这边是烂梨的猪头小队长 这边是烂梨的猪头小队长